OK啊 那么我们把这详情页面做完之后呢 我们说呢 这个首页的 访问这个首页的时候呢 你点击首页上面的链接呢 它就应该跳转到这个相应的详情页面啊 所以这个我们的详情页面的地址呢 我们已经确定了啊 我们需要呢去把这个 首页里面的这些链接呢 给它改掉啊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啊 从上往下来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对应的轮波商品的信息 你点击应该跳转到对应的商品 那么这里面呢 所以你要在这里面使用一个反向解析 GOOS Detail Detail里面说呢 我们跳转到对应的商品对吧 我们这里便利出来这个 GOOSBANETS呢 它都是哪一个类的对象啊 它都是我们上面的这个 哎 Ti GOOSBANETS类的对象对吧 跟GOOSBANETS对象里面关联的商品 是不是点SQ 所以呢你在这边写的时候应该写什么啊 写上一个 对 在我们呢 就在这边啊 哎 直接 BANETSQ ID对吧 好 同样的道理 然后呢再往下看 这个活动呢 跟我们就没有关系 然后呢 这里面 首页这一块的文字 商品信息的展示 一点击呢 也应该跳转到商品的详情页面 所以在这里面 你还是要去加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 也是 UIL 然后呢 这边 你便利出来的每一个 这回每一个东西呢 它都是一个叫做 Index Type GOOSBANETS对的一个对象 那么跟它关联的商品 是不是也是点SQ 所以你在这边写的时候 还是这样的啊 也是我们在这里面写的时候 写上图色 Detail 然后呢 是BANETSQ点 ID 对吧 然后呢 再往下啊 看到除了这个文字商品之外 是不是还有个图片的信息 图片商品的信息 这边是不是还应该有个链接 这个链接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也是BANETSQ点 ID 你像这个呢 也是BANETSQ点 ID啊 其实呢 这里面两链接的 就你无论是点击这个地方 还是点击这个图片 都可以挑染到商品的 详细页面啊 那么我们把这个改完之后呢 你在这边 你注意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一点过来 它是不是就过来了 我一点 是不是又跑到它上面了 对吧 那么现在你注意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新品 我说新品需要几个 是不是需要两个 这不是都显示出来了 所以你在这边做的时候呢 把这个里面的视图呢 给它稍微改一下 我们查完这个新品之后呢 我要显示两个 那么我对它呢 进行一个 切片 取两个 罢号 二 就代表取前两个 对吧 取前两个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你直接呢 做一个 刷新 这就显示了两个新品 对吧 好 这里面呢 是我们把这个链接 给大家改了一下 改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我们 之前 关于我们这个用户中心的历史浏览记录啊 那么之前呢 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分析 我们说呢 什么时候啊 需要呢 去添加我们历史浏览记录 在这个啊 看到 Redis 存储 列列浏览记录 对吧 访问商品详情页面的时候 在商品详情 对应的仕途里面 你需要去添加这个历史浏览 记录 对吧 其实呢 我们 在这里面 你需要做的 就是啊 在这个detail view里面 你需要是不是添加列浏览记录 那我们说添加列浏览记录呢 是不是用户登录之后 我再添加 所以呢 这里面 用户登录之后 你不光要获取购书材里面商品的数目 你还要在这里面呢 去 添加对吧 添加用户的历史啊 浏览记录啊 历史浏览 记录 好 那么这个历史浏览记录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边要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之前给大家分析这个列浏览记录的时候 我们说添加历史浏览记录的时候 对吧 用户最新浏览的商品的ID呢 从列表的左侧进行插入 是不是做一个排序 对吧 相当于用户最新浏览的永远在最左边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面 你需要注意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说 如果用户浏览的这个商品的ID呢 现在是这种顺序 假如说他现在浏览过这些记录之后 他又重新的去浏览的这个商品2 那我们怎么做 你是不是先把2删掉 对吧 删完之后呢 再把它放到我们这边的左边 再把它插到最左边 对吧 所以呢 在这边多一步啊 你在这边 你访问的时候呢 我要先看一下列表里面 是不是有没有这个东西 有的话我先把它移除 移除这呢 再插到这个列表的最左侧啊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 关于这个移除元素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Redis的命令啊 那么这个Redis命令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里面 Redis的链接 这个Redis命令对吧 移除 列表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L Remove啊 LRemove我讲的一个命令 LRemove呢 是你传入一个K 然后呢 你要移除的原则是谁 通过Value呢 传过来 这Count呢 它的一个作用就是 如果你的Count等于0的话 我要移除列表中 所有与Value相等的值 对吧 如果这Count不等于0 就代表你这个值呢 移除几次啊 但是呢 它的大于0小于0 是有区别的 如果是大于0 是从头对吧 往尾移除 也就是从左往右 那么小于0呢 是从右往左啊 那么既然这个命令可以移除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操作这个Reddit的时候呢 需要呢 使用一个包 这个包里面的API呢 你注意啊 它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首先看第一个 你进来之后 看到这里面 LRemove对吧 LRemove啊 然后呢 这一部分东西呢 就LRemove 参数的名字 传入这个Name 也就是列表的K Value 你要移除的 是谁对吧 那么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类 我看一下是哪一个 这是Reddit 这个类啊 那么应该还有一个类 这个类呢 叫什么StrikeReddit啊 就它 那我们的GetRedditConnection 是不是就返回了 这个类的对象 是吧 所以呢 你要看它的方法啊 然后呢 找它的方法 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呢 去看一下这个LRemove啊 那么关于这个 LRemove呢 好 这个 是不是这个参数 对吧 Name 然后呢 对应的Count 对应的这个 Walue 是不是跟我们的 这个顺序是一样的 跟我们命名顺序一样的 那么你知道它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就可以呢 去做了啊 知道它之后 在这里面 天然利益 首先我们应该先尝试 先去移除 对吧 那么注意啊 这个函数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去移除 这个元素的时候啊 如果这个元素 它存在的话 它就把它移除 如果它不存在 它就什么都不做 哎 这就这个函数的一个 哎 作用啊 那么所以呢 既然它有这种特点 我们就没有必要判断 这个元素在列表里面 存不存在 我就直接是不是就移除 对吧 哎 那么在这里面呢 其实呢 移除之前 先拿到一个链接 就是get regisconnection 写上一个default 这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connection 吧 然后呢 移除 哎 就是connection 哎 在我们这边 connection.l remove 然后呢 我要移除 我要有一个对应的k 对吧 列表连记录它的k hasdory k 那么对应到我们这边 这个用户的列表连记录 对应的k呢 就应该叫做 hasdory 下方线用户id 对吧 所以在这边啊 hasdory 然后下方线 百分号d 然后呢 写上一个百分号user.id 好移除 传入k 好 我要移除几个啊 我要移除几个 是不是列表里面 只要有都移除 对吧 本身我们是只保留一个的 所以呢 零代表移除所有 然后我要移除的是谁呢 我要移除的是这个 他 对吧 故事id啊 所以我在这边 我要写上一个故事id 好移除之后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移除 那么 列表中的 故事id 然后移除之后呢 我们说 在这里面紧接着 把故事id 插入到 列表的 左侧对吧 左侧啊 左侧插入 那么这个的话 关于左侧插入的话 在我们这边 也有一个对应的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呢 它就叫做 l push啊 l push 看到没有 l push啊 那么l push呢 就是给你从左侧插入啊 左侧插入 然后呢 这边呢 它也应该有一个对应的 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 大家看到这边 l push对吧 name 你要插入的value是什么 你可以一次 一次插多个 我们这里面呢 是只插 一个啊 所以左侧插入呢 在我们这边 写的时候呢 叫connection 点l push 好 插入这个 k对应的地方里面 插入谁呢 插入我们的 顾色 id 好 这是不是就加进你呢 加进你之后呢 你比如说啊 我们用户中心呢 我们说我们只需要显示五条 但是呢 我不想让它保存太多 对吧 我呢就可以呢 哎 保存啊 就是只保存 只保存啊 只保存 用户 最新 浏览的 哎 浏览的啊 五条 信息 五条信息啊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再说一个命令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命令的参考 那么你注意在这里面 回来之后 除了它之外 这里面还有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 叫做l trim啊 l trim 这个命令呢 就是对一个列表的进行一个裁剪 对吧 合适呢 就是k start和top啊 这个命令呢 它呢是 只保留这个区间内的 元素啊 只保留这个区间内的元素 那么 所以呢 这边呢 它就有一个对应的方法 对应的方法 那么 l trim 看到l trim name start和 under 那么我要保留前五个 我在这边 我就可以做了 connection 点l trim啊 history key 然后呢 写上一个 0 写上一个 4 对吧 最终 那我这个浏览记录 我是不是就加进去了 是吧 哎 我就把它加进去了 加进去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现在呢 我在这里面呢 我就退出啊 退出完之后呢 我进行的登录 登录的时候呢 我们登录这个用户啊 smart 然后呢 输入一个 密码 点击登录 对吧 这是我登录的啊 登录这呢 比如我要浏览商品 我要浏览一个他 对吧 然后浏览完他之后呢 这里面有个新品 我再浏览一个他 好 浏览完之后啊 然后呢 我去我的购物车 点击我的购物车 那么点击我的 用户中心啊 点击用户中心 哎 看到是不是这俩 是不是你先浏览他 再浏览他 对吧 那么我重新浏览一下他啊 我重新再浏览一下他 那这个没写是吧 没写改掉啊 然后找到我们的 U的SynthInfo 在这里面 这里面呢 应该有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呢 就对应着啊 我们的URL URL 然后呢 里面写上 故事 Detail 然后呢 哎 你便利出来的每一个商品 他有个ID 叫做故事点 ID 好 下面的这些呢 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直接呢 把它 换过来 好 换过来之后呢 重新呢 去刷新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刷新完之后 我一点击它 好 点击完之后 我再去我的用务中心 哎 是不是掉换顺序了 对吧 哎 这是我们这个商品详情这个页面啊 历史浏览记录的一个添加 它就对应着我们之前这个历史浏览记录的一个获取啊 访问用户中心个人信息页面的时候获取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啊 哎 就是在这里面 现在就先移除 再加入到左侧 我们只保留前五个 你可以对这个列表呢 进行一个修剪啊 进行一个修剪 OK